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款也是休閒的套裝喔 那這次的休閒套裝它是做配色的效果 然後它的圖是非常漂亮的 它的上面的圖像非常美 然後它這個料質摸起來是滑面的料質 然後這個T它也是不分尺寸可以穿的 SML都能穿 然後它的袖子我是作為把它折起來的效果 但如果你要放下來等下會穿放下來的長度給大家看 它其實不會太長 然後它是搭配一件花包的休閒褲 那這個褲子也是完全不分尺碼的喔 然後它有個口袋 然後它的側邊有做一個英文字的配色效果 然後有做這個扣子 它的扣子是真的可以打開的 就是做扣子的造型 但是因為它是穿起來都是用繩子做調整的 所以扣子基本上它就是造型 其實不太需要去動到它 然後花包你可以把它拉緊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這種抓皺的效果 然後它的褲管的地方有做折起來的 它的側邊跟內側有做一個反折的車線 所以你在穿起來的時候就會有微包起來的感覺 那它的後面呢長度也是不會太短的 就像大家看到這樣不會太短 然後穿起來非常舒服 因為還是不貼腿的 那這種套裝你也可以搭配其他的衣服 如果你想要穿背心啊 或是其他的T恤都可以 然後T恤呢你也可以像我這樣子 我剛剛是全扎起來的 好然後你也可以就扎一個褲頭的感覺 就是其實塞個前面啊 就是現在非常大家都是這樣穿的風格 就是它就是後面就讓它放出來 然後前面有點微紮進去的效果 就會看得到這個T恤的圖案超美的 它是黑色配灰色 那另外一個色呢等下換給大家看看 好我現在換的是另外一個套裝的顏色 它是一件白色配這個桃粉色的褲子 這個顏色超可愛的很亮 好然後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它這個褲子啊 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它整個呢是真的沒有分尺寸的 因為它拉開可以這麼大 所以呢L號的人也是絕對穿得下的喔 然後因為它是靠這個縮起來 你在穿的時候拉起來就有自然這種花包的效果 這個特別穿起來真的特別好看 而且它的褲子又不會太貼腿 所以夏天穿非常的舒服 好然後呢它的這個袖長呢 就是像大家看到的這樣 其實它就是基本的短袖的長度 也不會覺得太長 對那如果你想有造型 就像我剛剛這樣摺起來 就會比較活潑一點的感覺 就是摺起來會比較 就比較短一點 可以摺個兩層就會像這樣子 比較有造型 反摺的造型 然後它的這個領口的地方喔 做一個刷破的造型 就是割破 然後它的料質呢 是不會透的料質 然後呢又不會太厚 黏質的所以夏天穿是非常的舒服 然後其實這個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不想搭寬踢的話 你買個套裝回去阿 這個T恤你平常這樣子穿 就是很寬鬆的感覺也很好看 就是大寬踢今年很流行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長度拉下來就是蓋屁股的 平常如果你想要搭個牛仔褲也是可以的 可以分開穿搭 然後這個褲子也是非常的好搭 你其實搭一個白色的背心阿 或合身的T恤類的 穿起來也很好看 所以呢 不僅僅就是只能穿這樣的一套 因為這種就是分開穿搭 都是非常美的 然後褲頭地方是做切腳的 小切腳的設計 然後我就會塞個頭一點 因為這個太瘦的人穿都是可以的 因為它的要的地方是可以調到很緊的 所以可以不用擔心說 瘦的人穿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它腰的地方都可以調整 是沒有問題的喔 然後它穿起來呢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然後不貼屁股的 就是穿起來呢 是非常適合夏天 然後這個顏色是比較特別的 所以大家有喜歡的話呢 可以趕快去官網上面 去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喔 掰掰